好,那么咱们一个一个来说 这个服务器血崩之后如何解决 然后在有熔断器的保护下 其实这个问题你问的有点别扭的感觉 你看啊,咱们这个熔断器 它主要就是为了防止干啥 血崩 因为它之所以出现血崩 就是出现了你一流之外的一个问题 就是服务器是不是连不上了 那么我现在服务器连不上 为啥连不上 就是因为这个服务器可能断了 它走访问另外一个服务器 我们现在这个分布式调用 它都是同步的,对吧 我现在就要管你服务器要数据 你不给我 我是不是就处在一直等待的一个状态 那就相当于我这俩服务器就连不通了 那么它俩连不通就会导致后面 所有跟这两个任何一个有关的 是不是都会出问题啊 那么就会导致血崩效应 那么我们现在有了熔断器 你知道熔断器咱们写 你都能猜到它是干啥的 熔断器就是如果连不通服务器 我本地是不是还写了一个逻辑啊 我本地我走本地 那是不是肯定没问题啊 那所以说这个 只要用了熔断器 意思这个血崩效应 是不是一定不会出现 这个就是熔断器 就是为了防止血崩效应 所以说这个的话 这个问题本身问的 稍微有点问题啊 就是我们这个熔断器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血崩效应 所以说这个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这个你放心 好了下面这个 要讲的讲多长 工作那么多年了 你说我虽然没有十年也差不多了 是吧 你要是讲这个东西 那咱得抽个时间 是吧 我回头给你写尾书得了 行吧 那这个回头再说 我可以抓重点了 回头有时间了 给大家聊聊 这都可以 因为你们马上也就快工作 但是咱们今天的话 还是先说正常的课 说完之后 有时间了 咱们再聊 再说下面这个 网关与IP端口之间的关联是 网关就是咱们当时写那个web和manager 对吧 就是这个web跟这个manager 这俩都是网关对吧 那么他跟这个 他跟这个IP和端口之间的关系 是没有任何关系 你要问这句话 我就答你这是没有任何关系 你想想啊 我们这个网关找项目 他是靠啥找的 咱们得打开这个 打开这个 对项目名 这位同学说的很准确啊 他是不是靠项目名去找的呀 Gate11是吧 你看昨天讲的东西 不是这个 应该就有它 那么你看啊 我们那个是在项目 配置文件是在84里面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要找到网关的配置文件 你可以随便点一个 网关配置文件进来 你会发现他找项目 靠的是啥 项目名 你访问这个路径 他是不是就跳到这个项目呀 你看他找项目 他有没有经过IP 经过端谷号 没有 IP和端谷号要提前注册到哪去 Erica上 你自己是不是也要注册到Erica上 你不注册到Erica上 你们之间怎么通信呀 你想想我昨天给大家画那个图 网关是不是也在Erica那个服务里边 那么完了之后 我这个是个前提条件 就是我 我这个网关 跟这个所有的这些子模块之间 你必须是不是都是要在网关 要在Erica之上 你们之间是可以互相通信的这个前提条件下 是不是才能去给你转发呀 那么你互相通信的保障不是 不是网关在做 是Erica是不是在做呀 对吧 这个是两个东西啊 这个不要弄迷糊了 我还那句话 咱们这个项目现在做成这个样子 这最终版是有点复杂 但是你不能每个东西是干啥的 你弄不清楚 就是我还那句话 你不要 你可以不会具体的代码 但是每一个是干啥的 你得清楚 得清楚 那么网关与IP端口之间有关系吗 三位两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随便写没关系 那么他后面又说这个 比如 有个服务A IP是这个 服务BIP是这个 有了网关的话 访问 你看这个 它是不是没关系 那么他们俩如果想被网关访问到 你们俩是不是提前要注册到 Erica上 那注册到Erica上 我Erica是不是提前暴露出来一个地址呀 正好才弹出来一个东西 好了 你看 我这个Erica是不是暴露出来了一个地址 那么你不管是哪一个地址 你往这 去注册到这个地址上 我还管不管你什么IP什么端口 不管吧 我只用看的就是你的 比如说咱们看贝斯 我看的就是你有没有这句话 是不是注册到这个服务上 是吧 你只要注册到这个服务上 你们之间是不是就可以通信了 那我还管你什么IP端口吗 不管呀 是吧 是这样一个关系啊 所以说这个关系很重要 关系得理清楚 所以说 这个同学这个问题就解决完了 就是说白了 我们一定要清楚网关其实它并没有跟IP端口号车上关系 网关想用的前提条件它也要依赖于什么 以瑞克 那么以瑞克是不是负责这个IP端口之间的通信呀 我以瑞克服务可以暴露出来一个IP 就是暴露出来一个地址吧 那么它暴露出来这个地址可以供 这个服务之间是不是通信呀 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了这个网关呀 给你IP端口之间它是没关系的 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咱们配置的时候 你也没有用到它呀 是吧 你没用到它那个东西 那行了 那这个问题也说清楚了吧 那下面这个啊 招聘要求 有ML建模是吗 你这问的有点 还是Power Designer 这都是建模工具 你这个是设计数据户用的 你这是你在面试架构师吗 你这个除了架构师 谁用这些东西啊 其实我这样告诉你 我在北京认识很多很牛很牛 很资深的架构师 我也给人打个架构 但是我电脑上 现在除了装了一个Power Designer 别啥也没装 我就不用Power Designer 我架构一样能搭起来 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 我告诉你 为什么咱们客厂 为什么不开一个 你真要讲Power Designer 也就是一两天 为啥咱不讲一下呢 因为这个东西没有实际亿 你比如说我公司自己做项目 我非要用Power Designer 设计数据股票吗 没有必要 那么它是干啥用的 它是双方公司之间 为了商务洽谈 我拿一个非常正式的工具 把公司这个模型 直接列出来 方便给投资方 或者是第三方公司 讲解我公司整个架构流程 它是为了向人展示 而不是真的用的时候 离开它不行 不是的 它很牛的一些家伙 是为了快速搭出框架 根本就没用这些东西 而我有时候搭框架 我也不用 一样可以 所以说这种东西 并不是 这个你们可能没用过 你觉得它很高达上 特意的神话这个UML建模 它就是在说类与类之间 方法与方法之间 甚至接口之间 数据库表之间的关系 就是画一个模型图而已 只不过是下一个软件 你只要汇这个软件 怎么用就行了 Power Designer 不就也是一个软件吗 它不就是去设计 表与表之间的关系吗 所以说这种东西 它面试问到你的时候 你就说 这个东西我暂时没有用过 如果咱公司有需要 做这种需求的话 我可以研究一下 这个工具怎么用 对吧 这个东西你会与不会 它能表示你技术高于低 没这一说 也就是有些东西 你得知道怎么回答它 你用过就是用过 没用过那就是没用过 你不能硬着头皮说我用过 是吧 当然这个你像Power Designer 你就现在说用过 它真让你做 我给你说 你现在去摆头上看着 就能做出来 这个工具很简单 你idea都能摸索出来 怎么用 我相信那个工具 比idea要简单太多了 所以说呀 这种东西 基本上来说 并不能称之为 一般来说 我刚才也就是架构式用 但是架构式用 它我含着那句话 不是离开它 搭不了架构 是因为它要可能 更正式的 向人家展示架构 所以才用了这个东西 这个是这样一个东西 它倒不是说 我跟你说 这个东西的技术含量 算是最低的 你不要认为架构是用 它就很高大上 不是的 它就是一个工具 如何使用 首先我除了power designer 这个power designer之外 其他的建模工具 我也没用过 可以这么说 但是因为我现在 没有类似的需求 那有人找搭架构 或者怎么着 那我也是直接就搭了 很少去 我再画个图 我画个图 它也看不懂 是吧 所以说你这画图 给自己看 基本上来说 你清楚它是干啥的 完之后呢 面试问到你的时候 你可以应对 应该就差不多了 这个没有必要 非要说你下去 你说你下一个power designer 给它摸透了 摸透了 其实用处也不大 可以这么说 那行吧 那这个的话 就是你有经历的同学 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这个你网上搜 UML教程 这都很全的 现在这种东西 已经不是新的了 这个非常容易 都能找到 就是非常好用 非常直接就能上手的 这个教程 它本身就是在介绍 这个工具怎么用 这个很简单 这个Spring Boot Config 是只要将项目 给项目的配置 系统文件 寄到马云中 是吧 寄存到马云中 然后实验配种文件 修改同步到项目中 就是它的一个猜测 就是能不能项目中的配种文件 挂载到本地词盘中 类似刀口容器的文件 把它写个加油程度前 监听变化 然后实时发生编译的 其实你说这个猜测 也本身就是人间 Spring Cloud的Config 是不是它自己内部的一个流 差不多一个流程 这个理论上是行得通的 能行通 为啥呢 因为你想 我就在我本地地盘 随便创建一个文件夹 我随便把咱们配置文件放在那 因为我通过加油代码 这个Request域中 是不是有一个get real pass 得到绝对路径 对吧 我通过得到绝对路径的方式 是不是能拿到那个文件 我既然能拿到文件 任何 只要是一个配置文件 我都可以用Fire Util 这个供应类 把文件什么打开 看一看 我只要能打开 能看到里边的东西 那我想改它就能改 理论是行得通的 我只能说这个理论 是绝对行得通 你大概想一下就能猜到 但是你觉得你有必要 你再写一套吗 这玩意 这个是没有 这是理论行得通 只能说你这个想法可以 但是呢 我们现在既然用了 人家Spring Cloud的Config 那他是不是帮这套工作 已经给咱们做好了呀 而且人家做的肯定是更好的 那么咱们呢 是没有必要说自己再来一套的 那行吧 那这个 反正你这个想法能说出来 至少来说 你对咱昨天这个 这个配置中心 这一块至少来说 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行了 那这个的话 就是还是整体上来说 就是我觉得这个同学 这个问题 就是可能对昨天流程 不是很清楚 其他的还好 其他的还好 这个 这个流程 不过我个人感觉 不是人家问出来 人家不清楚 你没问 可能你没想到 是吧 我觉得说一下 大家只要是对他更加清楚 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 那么 网关呀 什么 以瑞卡呀 什么 各个微服务之间呀 这个到底是啥关系 这得理清楚啊 那么这个关系的话 我们今天一样会用 一样会用 因为我今天要做的事情是啥 我今天一行代码都不会写 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咱们做好的这一堆微服务干啥 发布到线上 就是我现在就是项目做完了 运维人员做的活 是不是把本地的发布到线上 就这意思 咱今天就做一个运维的工作 就纯运维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